彰化園林則出現這樣的一個整人停車場 為什麼說整人呢 因為這個取票機 明明就是看得到票啊 但是手伸進去 怎麼樣就是拿不到 這民眾質疑說 根本就是設計不良 那麼直接大罵說 難道停車場也要整人嗎 民眾到停車場停車 取票機鈴聲大作 要人取票 但看看這票口 手具出來了 但這就是拿不到 想要用力車 先起的手不斷往上延伸 隔著透明板 看得到卻拿不到 讓人實在好生氣 太扯了啦 我也拿不到 我也拿不到啊 時機來到停車場 這整人的機器正巧 沒有紙張了 一直嗶嗶叫 民眾甚至痛批 根本就設計不良 想要取票都得冒雨下車 停車場公告 一小時要收二十元 半小時則收十元 但民眾停了二十八分鐘 卻以一個小時二十元計算 停車停出一肚子氣 一眼那個正公所切錢 就十塊錢 都給他沒關係啊 這部分我在 對啊 叫廠商來看 動線的規劃 再做整體規劃 看要怎麼改善 原來靜秀路與萬年路口的停車場 是正公所管理 但是看看這公有的品質 想取票拿不到 停車還超收錢 也難怪被說是 正人停車場 接著陳孟輝夜影 彰化報導 文字幕包含 文字幕包含